对于谢霆锋王飞和张博之这三个人的关系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 那就是简不断理还乱 直至今日大家还摸不着头脑 为什么谢霆锋和王飞会又再次重归于好 大家都知道 谢霆锋在20岁的时候就和比自己大了整整11岁的王飞官宣在一起 两个人的爱情在大众看来虽说有点不理解 但在当时年少轻狂的他们来说却是一段甜蜜的爱恋 但是又在大众不知道什么原因的情况下两个人分道扬镳了 而王飞也选择结婚嫁给了李亚鹏 很多人猜测谢霆锋是因为所谓的赌气才会在王飞结婚的隔年2006年和张博之闪婚 但是当时的张博之正当事业上升期 也有着港圈最美的称呼 和谢霆锋结婚后 张博之和谢霆锋两个人就像是连体娃娃一样 出席什么活动都会粘在一起 这段风之恋也被大众所看好 但是也有一部分人说谢霆锋和张博之在一起只是情感寄托罢了 因为看到王飞结婚了心有不甘 于是想要找一个喜欢自己的来气一气对方 仿佛在对王飞说离开了你我也依然会结婚 虽然这只是网友们最极端的猜测了 但还是有一些蛛丝马迹可循 在王飞生下一女后 谢霆锋也马不停蹄和张博之在隔年生下一子 随后又再次生下一子 这个中国速度估计把王飞气得够呛吧 但是在外界看来 有了两个爱情结晶的张博之这辈子总算是圆满了吧 但是却被一系列操作彻底搞懵了 在王飞离婚后不久 谢霆锋也紧跟着离了婚 很多人以为这只是巧合 没想到事实却让人大跌眼镜 简直就是离谱他妈妈给离谱开门 离谱到家了 王飞和谢霆锋都都转转又在一起了 很多人都为谢霆锋这个迷惑行为感到不解 王飞究竟有什么魅力 时隔这么多年还能把谢霆锋迷得团团转 在双方在一起时也并没有公开 反而谈起了底下恋情 直至被狗仔拍到双方才出来承认 但是他们并没有领证结婚 而是以轻松的恋爱模式来经营这段恋情 想必王飞最反感别人提起的名字那就是张博之了吗 当时偏偏有一些媒体记者硬要往火堆里闯 有一次就是一名记者在采访王飞时问王飞 张博之怎么看待你和谢霆锋复合的 没想到王飞一被谈到张博之就火大 他仅靠短短七个字就把记者气得够呛 网友还直呼真敢说啊 王飞在当时直接霸气回应 跟你有什么关系 看来确实是王飞这个霸气的性格才更深的谢霆锋的心啊 有些网友还调侃起张博之 要是这个问题问到张博之了 依照张博之的性格 面对镜头的他估计也只会说 祝王飞和谢霆锋幸福吧 实至今日对于他们乱糟糟的关系还是挺心疼张博之的 希望张博之能找到真正属于他的归宿 好了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结束了 点关注不迷路 我们下期再会